今年夏天 由杨子和邓伦领衔主演的仙侠剧 《香蜜沉沉静如霜》真的是火到爆啊 一经播出就受到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 很多网友对于杨子和邓伦两个人的演技也是大赞不已 然而在这部剧中 作为配角的罗云熙更是全粉无数 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还是台词都好到让人叹服 而近日快乐大本营邀请了今年夏天两部热剧 《沿袭攻略》和《香蜜》中著名的配角 如罗云熙 徐凯 苏青和王茂磊 除了这几位明星还邀请到了一位国际巨星 他就是朱丽叶 在朱丽叶刚上场时下面的观众尖叫连连 而我们的罗云熙小哥哥更是立马站起来鼓掌迎接 以表示对前辈的尊重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朱丽叶在看到罗云熙起立后 立马就直奔他去并主动拥抱罗云熙 不得不说这位国际巨星真的是不按套路出牌啊 一般来说嘉宾上台都是先和主持人打招呼的 而他却隔顾了何炯去先抱罗云熙 之后才拥抱何炯 可以说这是首次何老师被嘉宾冷落了吧 虽然这是一个小小的细节 但足以让人看出罗云熙是个非常有礼貌的男生 这样的小哥哥不活起来才奇怪不是吗